第36题 36到38题是题主 请阅读文章后回答36到38题 1991年索尼和续化成公司 联合发布了首款商用锂电池 从此锂电池开始被广奋用于数码3C产品当中 手机自然也不例外 锂电池分为正极和负极 正极是锂化合物 负极主要采用石墨材料 均浸泡在电解液当中 无论是放电还是充电 其实都是锂离子在电池的正极与负极之间移动 电能和化学能相互转换的过程 电流或电压越大 功率也越大 锂电池充电速度理应更快 但受到锂电池本身的限制 在电量不足的时候 使用高电压大电流快速充电 或者在电量充足的情况下 仍然使用快速充电 都会造成电池损伤 一般市面上快充通常在80%电量时 就会转为捐流模式 所谓捐流就是逐渐减少电流输入 直到充满电 以便免电池损伤 目前绝大部分提供快充方案的公司 都没有从电池角度给出其对电池寿命的影响 但一般来说都会由晶片控制 快充是一整套的充电解决方案 需要手机内置的电源管理芯片 充电线充电器三部分共同协调 缺一不可 第36题是问 根据上文我们可以知道 锂电池的正极使用材料为 我们从前面的叙述已经看到 锂电池的正极材料是锂化合物 所以第36题问我们说 锂电池正极使用材料为 我们答案选择是A 锂化合物 锂电池正极使用材料为